蘋果和雪梨有外皮和底部位置 除了用流動清水沖洗之外 可以用軟毛刷刷定部和底部位置 然後才去皮成用 最好去皮 因為皮會更殘留 有些濃藥殘留 洗完或是污污的地方 去皮的好處是 可以看到水沖有雨霜的地方 我們可以先切掉才吃 儲存方法 切掉後 我們可以切成一粒粒 放在乾淨食物盒裡 儲存放在雪櫃 但如果家長和小朋友都介意它會變啡 有什麼做法呢 就是我們可以擠一些新鮮的檸檬汁 可以保存它沒有那麼容易變啡 應該在大學校小飾的時候 吃還是很漂亮的